早晨 現在早上7點半 現在早上7點半 我聽到妹妹在這裡 在房間說話 她已經醒了 很早 不過我想今天也挺冷 我已經起床了 我昨晚煎到很晚 然後凌晨 我的鬧鐘又響過一次 因為要泡奶 但是 我沒有醒到 我真的太累了 所以剛才7點半 我一起床就馬上泡奶 我只是泡一點 因為待會也要餵她 然後我現在 查完影片 然後就可以pre-upload 因為今天應該會很忙 今天是妹妹的八日演派對 所以 一會兒要去準備 收拾一下東西 大約今天又要化妝 又要收拾 我身邊走的袋子 還沒睡醒 又要收拾寶寶的 奶粉袋 今天很冷 所以我都要想定 我和小朋友 要穿些什麼 我想說 很開心 我已經整齊了 但是一會兒化妝的時候 應該都會暖 我再收拾好一點之後 先分享一個梳妝桌的tour 好 剛剛我買了奶送完風了 嗨 你知道這裏有什麼水嗎 不懂的 只有縮一宵 每個星期 只有縮一宵 好可愛喔 爸爸開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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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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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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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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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基本上好像沒有VLOG過 只是到處拍攝一些東西 我們今天就是妹妹的八日宴 在我們朋友開一間咖啡店搞的 真的超開心的玩得 但是也很累 今天很乾 早起床我就先泵奶 因為我昨晚沒有泵奶 然後剪了一段影片 妹妹起床為了奶 跟她玩一會 跟Esser玩一會 放下妹妹睡覺 然後POST了影片 GET READY 但是因為我皮膚今天真的乾得爆 是脫皮了 所以我化了兩次 我化的第一次是真的很不行 是脫皮脫得很厲害 我沒看過皮膚這樣 但我已經敷了睡眠膜 我已經塗了油油 根本是敏感 而且今早我前面 Motchi走來不斷敷我的臉 我對Motchi是敏感的 所以皮膚是超乾超癢的情況下 我皮膚真的承受不到化妝品 是很差的 所以我又下了妝又再化過 然後我們又出門口 其實湊著兩件 出門口真的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收拾 其實我本身前一晚都已經收拾了一些東西 但最後一刻都 又要做好東西跟她們換衣服 然後無緣無緣無故又會 有一個又會拉了我 POOPOO 又要換影片 不過我們去到場地 就很幸運 因為場地真的什麼都幫你安排好了 我們基本上只是帶個人去 這次其實我們也是前一兩個月才決定 因為本身覺得不太需要 但後來很多人都說 幫哥哥搞過 妹妹也要搞 如果不是妹妹 可能會問回為什麼我沒有 那也是要公平的 所以我們後來也是搞了 但是很開心 他們的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反而妹妹就是經常都被人忘記了 遺忘了她 雖然她本身是今日主角 但是她還是一塊飯 看到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我們都很開心 而且東西又好吃 服務很好 真的要很大讚 給他們一個thumbs up Decoration又幫我們包辦 蛋糕 candy corner 食物 有人會上來跟小朋友玩 唱歌 有泡泡玩 他們有很多活動 所以我也想多帶Ezra過去 雖然對我們來說有點遠 是全玩 雖然我們是認識的 不過我們也是自費的 不是贊助的 我們也是有句話說 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是非常推薦 而且很適合他們的年紀玩 Party完了之後 就回來 幫妹妹洗澡 餵奶 搞好女兒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拿去吃飯 和Ezra 然後到Ezra吃完東西之後 又帶Ezra上樓 到她洗澡 喝奶 睡覺 我們也跟朋友 操作了一會 因為很少看到他們 現在做了媽媽之後 真的太忙了 很少可以一起聚 所以我們可以跟朋友 見面 聊聊天 然後回來 Ezra不肯睡覺 又要上我們床 在我們床上摸下摸下摸下 再放到她的房間 到現在 現在有11點多了 我才可以 不要說休息 我還要泵奶 我才可以 休息一下 今天好像真的很吵 不過是開心的 我打算今天打開 Ezra的日期 有幾天好像沒有開 所以今天打開 明天開始 也是一個非常忙的 一個星期 我剛剛才收拾完 然後又變暖了 明天又要再收拾 但真的太累了 好 我們開Avent Calendar 這裡有奶泵 還有Avent Calendar的禮物 這是我的Harry Potter充電器 是不是很可愛 充電器 Ezra一直都很喜歡玩 她很喜歡聽那個Alarm 好 先來Loncum 這樣放出來很漂亮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沒有放盒子 好了 7號 7號是一枝粉底 不過我有全尺 所以這個應該會給別人 也想試這個 聽說很厲害的 不會脫妝的 不過我現在這麼乾的皮膚 應該不可能承受得到 然後8號 這個是 霜霜 或是面膜 全層霜霜 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應該也是臉霜霜 接下來就是Clarence Clarence 的7號 這個很想試 這個是她的 Exfoliating Body Scrub with Bamboo Powder 就是一個身體的磨砂 很需要 而且我發現她的尺寸也不小 有些好像這瓶 也有30ml 也挺大 不錯 先打開8號 這瓶很棒 之前已經用完了 她身體的Tonic Oil 如果你是孕婦的話 這瓶更加適合你 但就算不是孕婦也可以用 她很滋 我覺得很棒 而且她的味道很香 我很喜歡這瓶 已經用過幾瓶 已經用完幾瓶了 接著下來 抱歉 借什麼 接著下來 就是Valmont Valmont 7-8號 Illuminating Toner 真的是一個 應該是提亮膚色的 爽膚水 這個也有30ml 下一個開什麼 開Origins 所以我有點累 所以不是很 不是超級興奮 Origins的東西 好像是小小的 都是這些尺寸 我看她 她也有些大尺寸 不過好像大部分都是這個尺寸 High Potency Nighting Resurfacing Cream With Food Derived AHA 也有苦平皮膚的作用 因為她有AHA 有AHA在裡面 這瓶我都沒試過 接著下來就是MTM 7號 在哪裡呢 7號 7號是挺小的 7號 做得很差 單手 是什麼來的呢 Custom Blended 3D Color Moist Cream 即是Collagen那種Cream 好像挺貴的 這瓶 我不知道 因為之前是用Collagen的精華 那瓶是很貴的 這個我沒試過 不過我也想試Collagen的Cream 我也很需要 然後就是8 噢 不過她有些紫 有點淡色 所以有點難找 這瓶就是Moisture Building Essence 即是保濕的精華 來的 4號 4號是什麼呢 這個適合Isaac 這個是Sebium Gel Moussant 即是它的Purifying Cleansing Foaming Gel 清潔洗臉的啫喱 但是會起泡的 起泡的那些我通常都會被Isaac 因為比較適合它 油性肌膚 這瓶都大支 這瓶都45ml 都可以用到一段時間 好了 現在都十二點鐘了 我都 補賣奶 就睡覺了 今天就剪不到影片 變上明天可能都未必出到影片 因為明天 我一早就一定要去買菜 然後再買多些小朋友 冬天第三 因為洗不切 明天要買那些東西 然後下午有機會要帶Azure看醫生 因為我發現 皮膚有一塊塊 好像金錢線 所以 我有機會要帶她看醫生 檢查一下 然後這個星期 基本上每天都有工作 或者 要有地方去 所以都會很忙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為了